大家好 今日夏天 虽然是养花的一个好聚节 不过我们通常都是在露台养护 或者是室外养护的 比如说一些兰花 兰花它是一种比较好的肉质根的一种植物 不过我们在夏季养护不到 这一点做木豪的话 它整棵都会挂掉 养一盘就死一盘 虽然露养的兰花 比方在室内的生长好很多 不过在我们养护的过程中 雨水这点是特别的关键的 我们一般放在室外养护的话 避免不了这些雨水的冲刷 雨水冲刷如果夏季的时间 是特别的茂密 特别的频繁的话 对整个脊柱就造成不一定的影响 积水过多就造成腐烂了 因为一些蓝根被一些水给阻塞掉了 阻塞掉之后 就造成它不能够正常的吸收养分 呼吸 虽然这个雨水 淋到这个花土里面 可以补充很多的蛋元素 也能够促进它的生长 维持土壤中的一些酸碱质 但是这个雨水一多了 就造成盘土积水出现水浪 如果没有积息做到有个排水的措施的话 积水了 再加上这个比较闷热的天气 很容易造成在这个盆土中 只生一些病菌 或者是细菌 继续一个根 出现一个腐烂 就引起整个脊柱死亡了 尤其是赶上这些数十天 淋雨的天气 这点更要尤为注意了 只需要发现 雨水一旦过多了 就要继续把它搬到心内 避雨 一旦得了病菌 一定要继续做救治了 没有继续做救治 它的根就比较容易出现腐烂 这时候可以用到一种二霉灵 这种二霉灵可以起到防根腐的作用的 还有防止黄叶等等一些现象的 有用过这种二霉灵 这种水溶剂的花友们 应该知道它的作用是特别的广泛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起到防根腐的作用的 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 一旦出现积水了 可以把它暂时垫起来 大概半天的时间之后 可以用到这种二霉灵 5滴对上2000毫升的精水 给它做一个完全的浇透 一般的话 5到7天浇灌一次 如果没有得到改善的话 可以给它做一个托盘处理 把一些腐烂的根给它修剪掉 因为用到这种二霉灵 没有极建效的话 因为它的根已经是大面积的腐烂了 大面积腐烂 这时候不得不给它托盘了 托盘之后 把一些腐烂的根给它修剪掉 用到一些融化速度比较快的 带生本心做一个浸泡处理 浸泡大概5到6分钟 把它捞出来等它亮上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更换一些新的脐烂 重新栽种就可以了 夏天养兰花 有一点做不好 就可以让一盘兰花全精覆灭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这些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定要做好 特别是在这个雨季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